历史像水一般流淌 历史上的今天 讲述历史真相 道出生命冷暖 今天是5月2号 朋友您好 我是江峰 美国第82空降师是军中唯一一个 可以通过散将进入作战地区的全舰之士 是目前美国陆军四个快速反应部队之一 这个师刚建立的时候 官兵是来自美国所有的州 哪的人都有 因此来了一个绰号叫全体美国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这支部队曾经在月光下 从罗曼迪上空飞过 在圣母教堂镇附近空降 占领了通往海岸的道路 打的德军是措手不及 立下了欧洲战场第一功 随后他们横扫欧洲战场 1945年5月2号 历史上的今天 82空降师进入了德国北部城市 路德维西拉斯特 城里有一座被称作小法尔赛宫的巴洛克建筑 喷泉 老城 这里的人们似乎离60公里之外 汉堡惨烈的轰炸是毫无关系啊 尽管是战争时期供应紧张 人们吃饱饭 在这还是没有问题的 城市的边上有一个地方叫做威波林 一群美军士兵这一天无意中在这里走进了一座关闭的铁门 紧接着士兵们看见的场景比他们经历的任何一场战斗的血腥 都更让他们毛骨悚然 这里显然曾经是一个军事单位 有岗楼 有掩体 美军士兵小心翼翼的搜查当中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骷髅从拐角的平房中晃晃悠悠的飘过来 美军士兵紧张的断起枪瞄准 军官有经验 慢 把手给摁住了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人 一个骨瘦如柴 身形枯稿的人 他还是用很重的荷兰口音说 饿 我饿啊 当美军用手去搀扶他的时候 一阵冰冷的阴气是悚然而生 因为那姑且还叫做人的身体 竟然没有一点重量 就像一片凋零的树叶 紧接着两个 三个 越来越多的树叶一般的人形飘了出来 再后来成群结队的骷髅人形 缓慢的围拢而来 八十二空降师的士兵们目瞪口袋 以为自己走进了地狱 这是一座集中营 威波林集中营 在三月份以前 这只关押了600多名囚犯 随着德军在战场的迅速溃败 纳粹决定开始毁灭证据 于是威波林集中营最高峰的时候 关进来5000人 他们主要是来自荷兰 法国的犹太人和地下抵抗组织成员 由于这里没有建造集体屠杀的设备 没有焚尸炉 纳粹军官决定用最原始的方式处理他们 就是不供应食物和水 对 饿死他们 八十二空降师解放威波林集中营之前 这里已经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 在集中营 美军发现了1000具尸体 在继续搜寻纳粹军官和军医的过程当中 美军发现了一件跟集中营的恐怖景象一样 让他们震惊的事情 那就是路德维西拉斯特的居民 根本不承认这个集中营的存在 这里离你们才几公里 你们不知道 你们不相信 好 盟军司令部下达命令 让路德维西拉斯特的市民 必须在美军的护送下前往威波林参观 让他们见识一下在他们身边发生的罪恶 尸体到处都是 人们在地狱中穿梭 大平房里面的那一脚在人间 一脚在阴间的囚犯 像深秋的树叶悬挂在枯萎的枝头 一阵风都能把他们的生命带走 进入魏波林之前 德国公民井然有序 体面而安静地走着 如今他们开始低下他们的头颅 男人们紧紧地合上了大衣领子 身体不自觉地抽动 女人们开始哭泣 把孩子藏在自己的身后 1945年5月7号 第82空降师在路德维西拉斯特镇 为200名囚犯提供殡葬服务 参加仪式的有路德维西拉斯特的居民 被俘的德国军官 还有几百名空降师战士 美国陆军牧师在服务中发表到此 他说 与德国其他地方的集中营相比 这里是微不足道的 这里没有毒气室 也没有火葬场 来自荷兰 俄罗斯 波兰 捷克斯罗法克和法国人 他们在这里只是被饿死 但是这些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 和在你们的默许之下 在你们舒适的家园四英里之内犯下的罪行 按照盟军最高指挥官 德怀特·埃森豪尔将军授权的政策 美国陆军在路德维西拉斯特下令 所有暴行受害者都要埋葬在公共场所 基督徒的墓地上刻的是自家 犹太人的坟墓上有大卫星 并建立纪念死者的失碑 国际社会后来的调查表明 那样的人间地域遍布欧洲各地 其实早在1942年 就有抵抗组织成员报告说 有纳粹集中营的存在 虽然只是些模糊的直言片语 但这些消息可以相互印证 已经勾勒出一场大屠杀的轮廓 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残忍 如此罪大恶极的罪行 人们难以相信他们的真实性 盟军直到1943年底 才开始注意到杀人工厂的存在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行动 去阻止暴行的继续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人们才惊讶的发现 犹太人在纳粹德国占领区内 遭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至少600万欧洲犹太人被有计划的消灭在集中营 例外列为他是犹太籍的化学家 是著名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极为重要的记录者和见证人 他的文字有一种与其他的受难者不同的特质 什么呢 冷静 就像化学家记录实验一样 作品中没有华丽的词枣 简单而纯粹 他冷静与节制的书写着那些残酷的记忆 在德军节节胜利的时候 纳粹不着急杀死犹太人 集中营可以利用他们那些免费的劳动力 为巨大的军事需要进行生产 当1944年 德军在各个战场溃败的时候 他们开始利用齐备龙壁毒气来集体屠杀犹太人 或者不断地将集中营从前线向内地迁移 巴什尔空降师发现的威伯林集中营 就属于这一类突然扩容的集中营 纳粹唯一的目的就是消灭证据 可悲的是在屠杀任务完成之后 那些贵子手常常被送往残酷的 最前线 让敌人的子弹来消灭他们 因为他们也是罪恶的实施者 也是最有力的见证者 他们也成了要被毁灭的对象 列维在奥斯维辛三部曲中描述说 集中营所有的囚徒都做过两种噩梦 一个是梦见食物 很多人在梦里会舔嘴唇 做出咀嚼的动作 这是他们在梦里面吃东西 最残酷的时候就是早上从梦中醒来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会记得在集中营做的另外一个梦 那就是有一天自由了 他们带着热情和宽慰回到家 向所爱的人讲述自己遭受的苦难 但是亲人们不相信 甚至不听他们的讲述 最残酷的是 亲人们会默默地转身离开 隐瞒集中营的事实代表了德国人一项重大的集体犯罪 齐克隆毙毒气 这原来是造船厂用来杀虫的 突然德军大量的采购 还有售后服务 化学公司能不知道这些毒气的真实用途吗 数百万的金牙呀 铭刻着姓名的戒指进入流通领域 人们不知道吗 在谎言与恐惧之下 人们甚至选择与罪恶站在一起 用虚妙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掩盖自己的良心和人性做出的判断 纳粹集中营的官兵们 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以后 他们可以舒适的回到普通生活当中 来到路德维希拉斯特的酒吧 在运动场踢球 在剧院看戏 这看戏的时候 纳粹他也会掉泪呀 在市中心的喷泉旁 与年轻的女孩谈情说爱 笨拙的抚摸和接吻 他们讨论未来 他们是普通的邻家男孩 他们是工作养家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 但是当他们被告知 他们要去杀害的那些人是一小撮高利贷者 是黑暗中的暴徒 是一群邪教的信仰者 是危害纳粹帝国千年崛起的卖国者 在这个时候 他们便瞬间被党姓抽取了自己的感情和怜悯 面对的也不再是跟自己一样 有生存权利 也会喝酒掉眼泪笨拙的恋爱的人 而是有待处理的垃圾 警醒人们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巴士尔空僵师根据命令 让德国人把死难者埋在他们的这座城市的中心的原因 盟军的命令不是残酷 而是救赎 让这个曾经优秀的民族停止用自己的蒙昧 把自己的孩子叫成一个罪犯 然而这种蒙昧今天依然在世界的另一些角落存在着 历史上的今天 德国居民参观纳粹集中营 请不要扭过头去 因为默许已经让自己成为了罪恶的一部分